三名水秀的苗栗县卓南镇 出产各种美味的水果 更有水果之香的称号 为了行销卓南水果等农特产品 2018年7月28号 卓南镇农会特别在农会狮子馆前广场 举办一场幸福苗栗 台山县卓南水果庆丰年 农特产品展授会 苗栗县长徐耀昌 卓南镇长张坤金 农会总干事徐文青等都亲自参加 并且将卓南高阶梨 巨峰葡萄等卡片贴在水果栏上 象征好上加好 丰收再丰收 感谢我们卓南农会 在理事长还有常务监事 以及非常又认真的 这个习总干事的努力之下 他们都能够卖到好的价钱 甚至一样都能外销 所以我们现在给予高度的肯定 我们做完的水果真的好吃 尤其是水梨 它甜度 今年甜度可以达到11度到13度 葡萄可以达到20度到18度 18度20度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 现在是正产的时间 是水果正好的时候 我希望媒体朋友 太快了 我们把我们现场出去 一点都不及 湿里 不及样样来 活动现场也有30多个卓南镇产销班参加 展示卓南当季最优质的农特产品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采购 苗栗县县市长徐耀昌还现场试吃了好几摊水果 融会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把卓南镇各种美味的水果 行销出去 也凸显卓南水果的新鲜味美 跟卫生安全 我们完全是利用的 就是比较友善农法的管理方法 比方说我们不用除草剂 然后我们一年也就只有喷两次的用药 然后更多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透过一些自制的堆肥 这边都没有工业的污染啊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葡萄都非常的健康 健康的葡萄才有这种所谓的果粉 果粉就是非常的均匀 它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卓南镇农会为了展现水果多样化的吃法 也特别邀请电视名厨温国志 用卓南水果来做菜 提供给民众试吃 现场还有土风舞 太鼓 热林舞蹈等精彩表演 苗栗县县长徐耀昌表示 一直以来都非常积极的推广苗栗县水果 跟各种龙特产品 也亲自率队到国外宣传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卓南出产的美味水果 打响卓南水果的字号 记者肖又金 杨静 苗栗报导